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已经到了适可忍 孰不可忍的时候了 对不对 对 话说得很吃力 但就算身体虚弱 唐慧玲依然语气坚定 生病了也要站出来 为台湾人民发声 各位好朋友 今天是一个 我们非常悲伤的日子 唐慧玲议员 慧玲 离我们而去 但是她的精神 与我们同在 今天非常抱歉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场 里面是有人数限制 但是在现场 我刚才从捷运站一路走来 已经有非常多的热爱 喜爱慧玲的好朋友们 已经到达会场 准备要送慧玲最后一程 慧玲是一个侠女 她也是我们国民党的站将 在她从政以来 她努力地来用心问证 服务社区 在整个的市政上 还有她在为国民党打拼 监督执政党 她的精神非常的可配 但是非常可惜 慧玲因为 病魔的一个折磨 在奋战之后 现在离我们而去 我们感到非常的悲伤 但是慧玲的精神 以及她的遗愿 我们会努力地 一起帮她完成 唐慧玲议员的行述 是由唐慧玲的父亲唐爸爸 一笔一笔亲手写下 慧玲身在军人的世家 主妇外公都是抗日名将 父亲也是军人 1949年 黄埔武齐的外公 奉命留守为国牺牲 外婆之身带着两个幼儿到台湾 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 慧玲也可说是外婆一手带大的 她自幼聪明伶俐 善解人意 外婆每晚都会说故事 伴她入眠 其中有很多都是有关 外公的戎马生涯 她百听不厌 成了外婆最好的知音 幼小的心灵里 已经能接受到时代的悲伤 慧玲勤奋好学 性格活泼 就读北英女时 参加了一队篮球队和社团活动 大学就读辅大经济系 喜欢音乐 曾经参加全国大专歌唱比赛 荣获第三名 毕业后 打工两年自筹学费 进入了美国矽谷名校 Santa Clara 修电脑工程 获得硕士协位 她身性节俭 乐于助人 惠玲归国后 在知名的电脑公司驱事上班 结识了她的另一半 2006年 红山军事件 慧玲积极参与 站在第一线 广播车上大声疾呼 经常因此而耽误了工作 国民党也注意到了 这位年轻的女孩子 延览唐慧玲到智库工作 就这样 她辞去了原有的工作 彻底转换宝道 实践理想 有一天她代替朱云鹏老师 接下三立电视台通告 为民众发声 表现不俗成为名嘴 2018年接受国民党提名 竞选新北市议员高票当选 2019年12月 慧玲被诊断 罹患疑脏癌 发现时已经是第三期 医生告诉家人 情况不乐观 慧玲也知道自己的病况 但是她坚强地跟病魔揪斗 直到25日早晨 5点结束她短善而璀璨的一生 得年50岁 慧玲有很好的学历 有很好的工作 丰厚的收入 如果不投身政治 慧玲可能过着平顺而优渥的生活 但是军人世家的爱国情操 使她无法坐视台湾的乱象 毅然参与了反对民进党的政治活动 慧玲口才犀利 文史根底深厚 思维逻辑甚密 态度从容 在媒体上与民进党唇枪舌战 经常迫使对手词穷 慧玲性格耿直 在大师大妃上坚持原则 从不计较个人的利益 虽很多人称慧玲为侠女 慧玲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好人正气 是中华儿女无私无我的爱国情操 除了对党对国的忠诚 慧玲也心信两岸的和平 民族的复兴 私人也 而有私集也 我们不能接受 像这样纯洁善良 而有智慧的蓝银战将就此陨落 为什么天不假年 慧玲是我们永远的侠女 我们相信慧玲不是离开我们了 而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执行更重要的工作 我们会继续努力完成 慧玲未尽的置业 我们也相信 慧玲在天之灵 会庇佑她热爱的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